你还在周末补觉吗 其实周末补觉危害可能比熬夜还大 首先周末补觉可能会导致身体生物中更加混乱 当你连续熬夜后 身体已经适应了夜间活动 白天补觉可能会让身体更加难以适应正常的生物中 这样不仅会影响身体的正常运转 还可能导致精神违米 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其次周末补觉可能会导致身体和精神上的依赖 如果你经常需要在周末补觉来弥补熬夜带来的睡眠不足 那么你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习惯 使得熬夜成为你难以戒除的不良作息 此外周末补觉并不能有效消除熬夜带来的危害 虽然补觉可以让你感到稍微清醒一些 但它并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对身体和精神的损害 研究表明周末补觉并不能恢复熬夜造成的身体和精神损害 反而可能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如果你不得不熬夜 那么可以在熬夜后多进行锻炼和补充营养 同时注意周末的睡眠时间和质量 尽量避免熬夜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